化妝箱裡面一定會放這個 這個其實是潤滑液 化妝箱裡最特別的東西呢 跟大家蠻不一樣的 秘魯的 Hello Vogue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叔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我化妝百寶箱裡面的好物 化妝箱裡最特別的東西呢 跟大家蠻不一樣的 第一個呢,我要介紹這個是 秘魯的聖物 有時候啊我們 工作常常會去一些偏遠的地區或是騙場 那今天我不知道那個地方之前發生過什麼事 或是說那個地方可能 長期就是空氣比較悶或是說氣場比較不好 那我就會用聖母去點火 用它白色的煙霧去淨化那個空間 再來我會點上蠟燭 這種香氛蠟燭可以把整個室內變成像自己的家一樣 就有一種安心自在的感覺 再來我也是一個非常注重氛圍的人 所以說我一定會隨身帶著一台藍牙音響喇叭 藍牙喇叭 那我就會放上比較舒服的音樂 那大家想睡覺的時候呢 我會放一些比較嗨一點的音樂 把大家叫醒 好接下來要來介紹一些不是化妝品的化妝品 我呢非常喜歡逛美宿舍 那我逛美宿舍的時候呢 有時候就會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譬如說呢這個是各種各式各樣各種顏色 顆粒大小形狀的亮片 有時候我就會喜歡把它用在我的彩妝的創作上面 還有這個長到像是兩隻小怪獸的睫毛 我覺得這個東西非常的特別 這個東西用在創作上會有非常酷的妝感 再來呢我化妝箱裡面一定會放這個 這個其實是潤滑液 那為什麼要放這個呢 這個東西就是我想要讓它濕哪裡 就讓它濕哪裡 我想要讓它亮哪裡就亮哪裡 水性潤滑液的質地呢 可以非常快速的達到我想要的妝感 再來呢就是這個 實用色素 今天我想要很鮮豔的妝感 我就可以用到非常鮮豔的色素 而且它又是實用的 所以用在皮膚上 也完全不會對皮膚造成有任何的影響 我出門呢有兩樣東西一定要帶著 第一個呢因為現在是疫情時代的關係 所以乾洗手絕對是必備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的雙手給消毒乾淨之後 我就會碰我的客戶的人 再來呢這個是Bobbi Brown的遮瑕盤 因為我們的工作上呢 時常會遇到不同的膚色的模特兒 那其實如果比較深色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拿來做修容淺色的地方 可以做提亮 這樣子一盤就可以完成多種不同層次的妝效 最近我發現一個小東西我非常的喜歡 就是這個 這個是Mac Pro 它是一個來自法國的一個品牌 那我為什麼喜歡它呢 是因為它做得非常的小巧 它在顏色上面呢 對應到非常 可以對應到你非常多的皮膚上的小瑕疵 做局部的校正 比如說這種帶橘的遮瑕膏 它可以修飾你暗沉的黑眼圈 那黃色可以做提亮 那綠色 橄欖綠這個呢 非常適合我們東方人 帶黃調的皮膚 下面比較像蘋果綠的部分適合 皮膚比較白皙的歐美人士 那紫色呢可以做到提亮蠟黃的效果 那比較淺的遮瑕膏可以做到提亮 那最深的這個呢 甚至可以做調整眼型的一個功能 而且這一盤非常的小 可以直接放到口袋裡面 完全沒有重量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棒 妝前保養的訣竅呢 我一定會說一定要保濕 但是在保濕之前我還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 用 擁有軟化角質的化妝水 先把你的角質給軟化之後呢 再 讓其他的保養品上上去 加強他的吸收 去角質的部分呢 如果你是油性膚質 我建議一個禮拜 去一次角質 但是如果你是乾性膚質 去依照你的膚質的這個變化 有時候是可以到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甚至是一個月去一次角質 那如果你是敏感性膚質的話 盡量都選擇最最最溫和的去角質產品 或是像是這樣子的軟化角質 它其實也有微微去角質的功能 這樣的產品其實就可以達成 我們想要讓皮膚比較柔嫩的效果 因為現在非常流行野生美 所以我想要推薦大家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我們都知道眉毛想要有生命力 我們的毛流非常的重要 那這一款商品呢 它就是一個 有點像是透明的眉膠 可是它的裡面 含有這種一根一根的纖維 在同時讓我們眉毛定型的過程中呢 還可以有點像是幫你接髮的一個效果 那像我們眉毛尾巴 比較沒那麼濃密的人 它就可以幫助你的眉尾比較濃密 我最喜歡的收納方式就是 我會把同形狀的東西擺在一起 比如說這一包就是我筆狀的產品 這樣收納的話就非常的節省空間 再來呢色彩的部分呢 我喜歡一次排開的感覺 紅橙紅綠藍墊子 那眼影的部分也是 我喜歡照著彩虹的順序 然後由深到淺 然後再來呢 我也喜歡就是把同樣包裝的東西 統統都排在一起 全部收納在一起 一次排開非常的螢幕樣 妝容要注意的部分 我發現現代人都太愁快了 但通常我們在保養的時候 都會一層一層的慢慢上 讓它慢慢的吸收 後續的底妝 眼影美貌其實也是 那我們在透過慢慢慢慢疊加的過程之中呢 會發現自己的臉上 開始有慢慢些微的變化 其實有時候對於我們來講 一點點的彩妝就夠了 那不用一下子把你的力道開到這麼大 再救回來的話會很難救 希望大家還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 也歡迎大家訂閱Vogue台灣YouTube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